小树蛙和狐狸猫趁着假日来到山上欣赏樱花 看着漂亮的樱花 它们决定在草地上进行野餐 只见狐狸猫铺上野餐店 小树蛙放上满满美味的食物 有奶油食蔬炖饭 豆腐卷 腰果马铃薯泥沙拉 南瓜蘑菇汤 水果起司蛋糕 葱油饼 柳丁汁 水果拼盘等 狐狸猫看着眼前的食物 告诉小树蛙 它最近正在健身 要吃的营养均衡 才能维持身体健康 它记得食物中具有能量的养分 主要有糖类 蛋白质 及脂肪 眼前的这些食物 可以如何进行分类呢 狐狸猫依照过去所学 把食物分成了三类 但还是有一些食物 不知道如何分类 于是 它向小树蛙求救 小树蛙说 那我们先来了解 三种养分的性质吧 首先是糖类的性质 狐狸猫知道糖类 由碳、氢、氧元素组成 可以再分为单糖、双糖和多糖 但它不太了解三者的差异 小树蛙说 糖类的确可以依照组成 分为三类 其中 单糖是糖类中最简单的基本结构 常见单糖构造为六个碳所形成 无法再水解 常见的例子如 葡萄糖、果糖、半乳糖 葡萄糖存在水果中 果糖经过加工后 大量运用在各式果酱、饮料中 所以像我们今天带的柳丁汁里面 就含有果糖的成分 而食物中几乎没有单独存在的半乳糖 再来是双糖 由两个单糖反应而成 常见的例子如 麦芽糖 由两个葡萄糖结合 蔗糖 由葡萄糖和果糖结合 乳糖 由葡萄糖和半乳糖结合 是动物乳品的主要成分 而多糖类 是由许多单糖聚合而成的天然聚合物 常见的例子 包含了淀粉、甘糖纤维素 当生物经过消化吸收 则会分解成小分子的葡萄糖 淀粉是饮食中重要的糖类来源 像是南瓜、马铃薯、地瓜、芋头等 都属于淀粉量高的食物 狐狸猫提出疑问 所以葱油饼也是多糖类咯 小树蛙点头称赞 没错哦 狐狸猫好聪明 接下来是蛋白质 狐狸猫知道 蛋白质有平常吃到的各种豆、蛋、鱼、肉、乳等 同时也是构成我们身体组织的重要成分 可是他还不知道蛋白质的组成是什么 小树蛙回答 蛋白质是由多种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的聚合物 主要是由碳、氢、氧、氮和硫所组成 运动过后可以适量地补充蛋白质哦 就像刚刚狐狐狸猫说的 蛋白质是构成身体组织的重要成分 也可以为我们提供能量 最后一个是脂肪 脂肪的成分主要是碳、氢、氧三种元素所构成 由不同的脂肪酸加甘油所形成 故脂肪又称为脂肪酸甘油脂 也就是甘油三脂 脂肪还可以分为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 一般常见的动物油 例如猪油、牛油、奶油等 都属于饱和脂肪 结构上的碳彼此都已单见见解 小树蛙还问狐狸猫 是否有观察过动物油 在不同状态下呈现的样子呢? 狐狸猫想了一下 它今天早上要煎葱油饼时 从冰箱拿出猪油时呈现白色固体状 经过加热就慢慢融化呈现液态状 小树蛙接着说 而不饱和脂肪上的碳 部分则以双见见解 一般的植物油 如大豆油、花生油等都属于此类 常温下通常为液态 饱和脂肪在冷藏或常温下多为固态 而不饱和脂肪在常温及冷藏时 仍多为液态 不饱和脂肪可以借由化学方法 转化成饱和脂肪 此时常温下会由不饱和脂肪的液态 转换成为饱和脂肪的固态 这就是常见的人造奶油的做法 听完小树蛙的说明后 狐狸猫明白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食物可以怎么分类吧 让我们和狐狸猫一起整理今天学习到的东西 食物中的糖类、蛋白质、脂肪等营养 可进入到身体转换成能量 其中糖类由碳、氢、氧元素组成 可以再分为单糖、双糖和多糖 蛋白质主要由碳、氢、氧、氮、氮、硫等组成 最小单位为氨基酸 可以构成细胞、调节身体机能、提供能量 而脂肪不是聚合物 所以没有所谓的最小单位 只有不同脂肪酸与甘油所形成的各种分子 也就是甘油三脂 又分成两类 饱和脂肪是脂肪酸上的碳 彼此以单件件结 动物体内较多 不饱和脂肪是脂肪酸上的碳 部分以双件件结 植物中含量较多 想一想 现在很常听到不同的饮食法 包含生酮饮食、DGI饮食等 试着找找资料 了解这些饮食法 与平时我们摄取的食物种类与比例 有哪些不同呢?